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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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又来到《钟言信义》的时间 今天大家继续这个《漫谈工程》这个series 上一集跟大家讲到工程师的困局 收到很多网友的email 大家也在认识今天的问题 大家也希望讨论一下解决方法 我想以后有些机会跟大家再慢慢讨论 今天将跟大家讨论一个比较有趣的题目 就是讲工程师与老班 今天要提起老班 如果大家有留意的 今天就是2022年7月16日 救历就是无人年的6月13日 6月13日正正就是老班先师达 也当我们香港人一般俗称的师辅达 所以今天是一个适当的时候 跟大家讨论工程师与老班 首先大家要了解一下老班的人是海人也 大家可以看到老班 是姓姬,公书士,名班,有清公书子,公书盘,班书,路班 春秋时候的路角人 其实班和班是同音的 所以故事是通用 所以通常我们叫他老班 至于姓和士怎么分呢? 其实我也是读班书长大的 所以不太懂得分 唯有等一些中文程度高的网友 解释给我们 我也会引用一句 和老班有关的诚语 就是我无论在这里班门农府 这里有他大概出生时间 死亡年份 他生活大概在春秋末期到建国初期 其实出生于一个工厂的世家 所以他从小跟着家人 就去参加一些 我们现代人叫的土木建筑工程 从实践中掌握了很多技能 很多经验 很多技术 所以以后对他发明的很多东西 都有一定的影响 他的年龄已经比孔子小 亦比孔子大 亦比孔子大 他的事迹 相传于建议 例记的坛工 战国策 墨子 这些书 全盟 老班和墨子 是很老有记的 大家知道墨子出名的地方 就是首城 所以城里有一个叫做墨首城规 但是相反地 老班 就很善于做一些工程的工程 但是他两个 变成一个是去打人 一个是去守住 不要被人打 相传 通常都是墨子赢的比较多 但是这也不影响到老班 在历史上的地位 有一点我们都很肯定 孟子是比老班后期的 所以在孟子的流离篇里有这句 流离之名 公孙子之巧 不以规矩 不能成方圆 思亢之聪 不以陆律 不能静五音 遥迅之道 不以仁静 不能平治天下 那究竟流离是什么人呢? 相传流离是获帝时候的人 这个人的眼目非常之好 可以明察秋毫 这里讲到 就算你对眼好像流离那么好 你的工艺 好像工书子那么好 这个就是指老班 不以规矩 不能成方圆 就是说你没有适当的工具 是做不到事情的 那规是什么呢? 规就是圆规 矩就是曲尺 曲尺大概等于现代人 我们用的三角尺 可以画直角 可以画平衡线 这句话 我觉得语气上 不是很工整 因为圆规是我们画圆的 矩是我们画方的 如果大家应该要对对 应该是叫不以规矩 不能成圆方 但我想因为有利平质的问题 所以变成不能成方圆 在这里大家都明白 规矩的出处在哪里 诗矿之聪 诗矿是春秋是一个很出名的乐诗 之聪就是他耳制的灵敏 不以陆律 陆律大概是一个类似 我们今天的教音器 那样的东西 就不能静五音 就是你不能够把琴 弄回对音 亦都说了一样东西 你要有适当的工具 适当的规则去做事 那这里整段东西 其实是不幸指商说什么呢? 其实商工还有一个句 遥迅之道 不以仁正 不能平治天下 就是说到你不用仁正 不能平治天下 那大家看到这个写东西的方法 在中国里面是基尊之常见的 写了一大段东西 其实是为了识最后的一句话 我还记得我小时候读过一篇文章 叫做《猫暴雀》 是周敦怡先生寫的 如果我没记错 他说他自己在窗上向外望 窗上有个祖林 就是种祖的祖树 有些小雀 小雀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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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儿学飞 一路长大 有一天 有一天 有只猫突然间 一下就捉了一只小雀孵了 小雀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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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雀孵的封世 一字寫了一整篇文章 这个文章 我想叫做什么呢 从 disastrous 最后一句说话 就是 密举密相残 动物之间互相攻击 人且互 一样 為什麼人可以憑權為張爪牙,殘民以致肥? 這個大家看到都很通常中國人寫文章的方法。 由於老班發明了很多做建築的用具,有很多建築用的方法, 所以三行一直都奉他為先師,所以這就是老班先師的來處。 究竟什麼叫三行呢? 其實有兩個說法,一個就是打石、造木和搭鉑的三行。 另一個三行就是泥水、木工、油漆。 無論大家喜歡哪一個三行都好,大家都發現這三行都跟建築有關, 而其中一個common denominator就是造木。 所以大家發現這件事很奇怪,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就是長生店,也就是棺材店, 他們都會慶祝師傅丹,因為他們都是造木。 傳說中,老班有很多發明,第一個就是雲梯。 傳聞就是老班去了楚國,想幫楚國做雲梯,去攻宋國。 其實大家都想像到雲梯主要幫你爬上城牆,很明顯就是。 後來就說墨子就知道這件事,想停止這個戰爭。 所以就跟老班說,你不要去啦,不要做這個雲梯,去攻打宋國。 他跟老班有個辯論,就說,如果你用這個雲梯來攻打我,我就用哪個方法去守著城。 還有這個辯論,或者這個模擬戰爭,就是墨子贏了。 也都令老班打消了做雲梯去攻宋國的年頭。 第二個傳說中,老班的發明就是什麼呢? 一個叫勾強的東西。 傳聞這個東西是我們做什麼呢? 就是我們打水箭的時候用的。 即是大家在船上打仗的時候。 那麼勾是我們做什麼呢? 就是當你贏緊,而對方想逃走。 當然是車坐船逃走。 你要用那個勾,勾了他的船,讓他不能走。 那麼勾是做什麼呢? 就是我們守的。 就是當你自己處於下風的時候,對方要攻你。 你要用那個勾,頂著他的船,讓他的船賣不到你的船。 那麼第三個傳聞呢? 就說是老班發明的,就是一個叫木雀的東西。 這個木雀的東西其實等於現代的政察機。 就是人飛了上去,就可以觀察對方的敵情。 那麼傳聞就是他做了這個東西,做得很輕巧。 可以在空中飛幾天都不掉下來。 但是也有傳聞,木雀其實是墨子發明的。 那麼如果大家去參觀一些歷史上遺留下來的一些建築物, 關於老班的話,有一些地方你看到一個,就是老班好像穿著翅翅一樣。 就是在說他這個木雀。 那麼另外一些發明就是現代人,大家都會看到了。 其中一個很 common,我們看到鋸木的鋸。 傳聞就是老班見到一些人砍樹,砍得很辛苦。 那麼他下山的時候,就不小心被一些樹葉解算了。 那麼突然發現原來那些樹葉有些鋸齒的時候, 原來是可以好離的。 那麼利用這個概念,他就發明了鋸。 接著一個就是曲尺。 是專門大家說過的,那個矩。 亦等於大概是現代的三角尺。 可以方便大家畫直角,畫平行線。 我想很多讀功課同學都知道的了。 如果用兩把三角尺一路推下推下, 就可以畫到很多平行線出來。 那麼另一個很 common,我們日常都會用的就是蜜豆。 好,譬如我們今天要在地上畫直線怎麼畫呢? 那麼這個發明就是,一條線沾了一些墨, 然後拉直它,彈彈下去。 因為你這條繩來的,是一條線來的。 所以你一拉,一定是很直的。 那麼你沒有另一個方法呢, 可以畫到這條線,比這個方法更加直的了。 是一個很簡單,是一個很聰明的方法。 到今天我們在工地上,依然會用這個工具。 那麼香港的工程界呢,就每年都會慶祝師傅旦的。 那麼當然啦,最熱烈慶祝的地方就是在青年台, 就是西環上的老班廟。 大家看到我們前任的發展局局長,都會參加這些勝會。 至於今年的新局長有沒有去就不知道了。 那麼大家看到這兩邊呢,都是一些建築界很出名的人, 都是主要做成建商的。 那麼大家看這張照片,就不要怪局長沒有戴口罩。 因為這張照片都是幾年前的,在疫情之前認的。 那麼除了老班廟之外呢,另外會慶祝老班師傅旦的, 就有灣濟裏面的後皇廟裏面的北城後廟。 因為老班亦被封為北城後的,所以有北城後廟。 另外呢,調頸嶺的天后廟呢,也都會慶祝老班師傅旦的。 也都還有會派師傅飯。 就是一些拜願神啊,有少少簡單的菜式。 那麼我小時候呢,我外部在澳門呢,都會拿師傅飯回來給我吃的。 那麼也是那幾句話啦,通常吃完之後就會聰明靈利,快高長大。 那麼當然,可能其實有少少真是現實環境的因素啦。 因為以前大家的環境都不太好,有人有飯派了, 起碼可以免費吃一餐先啦。 那麼所以現在呢,在香港的社會呢, 派師傅飯就越來越少了。 那麼但是相對地呢,有些建築的團體, 比如好像廢職陳護助會呢,他們依然是會派一些福袋給一些會員的。 那麼也都不失為一件好事來的。 那麼提到老班師傅旦,當然是老班宴啦。 其實大家知道,建築界呢,就經常都找些機會吃飯的啦。 通常慶祝老班師傅旦吃飯呢,大概是過了段五節之後,又有個禮拜到啦。 大概是五月中大後開始,就有老班師傅旦吃的啦。 那麼實際意義是什麼呢? 當然第一,就有餐吃啦,但很明顯啦。 那麼第二,也有很多做建築界的成建商的老闆, 也都是請一些房企吃一餐啦。 同時也都請一請一些顧問公司吃一餐啦。 請一請自己的卡人吃一餐啦。 再請一請一些很幫得手的專家吃一餐啦。 那麼通常去到吃老班師傅旦,你會發現, 第一,就不用穿得很荒蕪啦。 因為其實很多工友可能在地盤,一收了工, 沖了一個糧,那就去吃老班師傅旦的啦。 那麼也都很傳統啦。大家知道, 一大班地盤工友去吃飯, 那麼當然,打麻雀啦,打天狗啦,打十三章啦, 倒錢吃煙啦,這些就一定無可避免的啦。 所以每一年都有這個盛匯啦。 也有一些小的公司可能把握這個機會啦。 就同時做了公司的周年聚餐啦。 將二者合二為一啦。 那麼大家都開開心心過一晚啦。 那麼那晚也有實際意義就是有抽獎啦。 尤其是大家知道, 是建築界抽獎啦, 就拿錢出來抽的。 好了, 那麼另外, 當大家去吃這些老班師傅旦的宴會, 要大家仔細些留意, 你看一看那晚的場面啦。 那晚吃的菜啦。 大概就會知道, 那年生意好不好啦。 我曾經吃過一次在九龍會展啦。 二百多位。 那麼全民那晚呢, 只有一些紅袖的開評費, 都六位數字。 那麼大家去想一想, 那晚餐息的多少錢啦。 所以老闆一定是找到錢, 收得這麼好的給大家吃啦。 那麼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呢, 就是這些食你飯的政治意義在哪裡啦。 那麼大家很明顯看到一件事啦。 那個盤頭請人吃飯, 都不是隨便請人請的嘛。 說一句, 那麼所以很明顯一件事就是, 他請哪些人啦。 怎樣請你啦。 背後都包含著一定的政治意義在這裡啦。 那樣東西很明顯的, 大家知道我回大學搞書之前, 在一間顧問公司的中奧城市啦。 給個例子大家看一看。 每年我收到吃老班師傅蛋飯的請貼, 答給他, 大概有半寸到大半寸厚。 那麼大家可以想像到有多少請貼啦。 多少人搶著請顧問公司, 那些所謂的偷偷吃飯啦。 那麼這個第一件事大家要留意到啦。 那麼另一件事啦。 我回大學之後, 經常有很多同事都在說啦。 我做點東西怎樣怎樣怎樣, 工程業界怎樣怎樣怎樣尊重我。 其實眼睛看得出啦。 你連師傅蛋餐飯都沒得吃呀。 業界有多冤重你呀。 那很多時候呢, 在我的辦公室, 譬如三十個老師裏面, 我想每年有師傅飯吃的, 都是三兩個而已。 好了, 那還有更重要啦, 就是大家看到, 老闆請你幾有誠意啦。 那麼通常呢, 如果一些他們很幫得上的專家呢, 他們很想請你呢, 要做一件事啦。 他們先打電話給你, 喂, 阿Sir, 六月啦, 夠力, 又夠時間吃師傅蛋啦。 那麼, 那麼, 那麼通常你都會想啦。 那麼, 老闆, 看你幾時吃啦, 看看那天晚上有沒有空, 得閒一定到。 這些客套話啦。 其實你問我呢, 我本人就不太喜歡這場面的。 因為大家都想像到啦。 那天晚上, 那麼虛陷, 那麼, 那麼多地盤工友, 又好像在吃煙, 又在賭錢。 那麼, 這些場合通常呢, 我可以避得到避。 那麼, 最容易避的方法是甚麼呢? 就是你找到一些判頭撞旗啦。 如果A和B, 同一晚拜, 你就簡單啦。 跟A說我撞了B, 跟B說我撞了A, 結果那天晚上就可以回家吃飯。 是嗎? 好了, 那麼, 剛才說到這個聰明的老闆, 真的想請你, 他會怎樣呢? 剛才問了他, 什麼時候有空吃? 師傅嘆嘆。 哦, 看你什麼時候有空吃, 那天晚上有空, 我一定到。 然後, 師傅老闆就報了他, 我想問你, 哪天有空啊? 你那天有空, 我們全公司就你, 就在那天晚上吃。 遇到你這麼誠意的老闆, 你就真的不能退了。 那麼, 你也應該感激, 你在這個老闆心目中是多麼重要啊。 那麼, 另外, 一些中國人吃飯規矩, 你去到你都知道的啦。 你去到坐哪一台, 你去到坐哪一台, 就代表你的地位在哪。 那麼, 如果老闆真的很重視你, 你會坐在住家籍啦。 那麼, 你記得的情況, 有些建築商, 可能很多個partner的, 他自己都坐不夠坐的。 那麼, 會怎樣呢? 就會, 擺開你一台啦。 可能也和你照好你的老友啦。 等你那個人不會太過, 怎樣呢? 不會太過寂寞啦。 你知道, 大家有時候去飲宴的, 雖然很多人, 但有時候你都可能覺得很悶的, 因為旁邊左右那些都不是很相熟的朋友。 那麼, 這些事情可以看到, 你在這間公司裏面的地位有多高啦。 好了, 下一步就是幫大家介紹一下, 老闆這個這麼傳奇性的人物啦。 大家看到這個就是他的雕像啦。 手上握著一個褲頭啦。 所以, 和大家開始跟大家說過啦。 班門、農夫的成語可能就是這樣來的啦。 那麼, 右邊這個就是香港的老闆廟啦。 他就在西環的青年台上高啦。 在我帶大家去之前, 首先, 和大家介紹一下這個老闆廟啦。 這裏呢, 就是西環青年台上高的老闆廟啦。 全名就是老闆先師廟啦。 下面有一對聯啦。 上戀就是東老成規, 遠誰萬世。 下戀就是北城造鬥, 榮戰千秋。 大家都知道啦。 老闆就是老闆人啦。 當時呢, 就在戰國時候, 老闆, 大家都知道是在金蜜的東邊, 大概山東省附軍啦。 成規大家都知道啦。 就是這個老闆發明一些工具啦。 蘭廟、 麥鬥之類的東西啦。 遠碎、 萬世。 那夏戀就是什麼呢? 北城祖斗,永箭千秋。老邦被封为北城侯,所以北城也指老邦。 祖斗是祭祀时装着祭品的两种器皿,所以祖斗千秋的意思是什么呢? 祖斗是受人永远供奉的意思。老邦是会受人永远供奉的。 如果大家走入庙里,就会看到这对联。 规矩常存,绝巧公义索实性,道气同观,又革密以战自平。 大家看到这就是赞扬老邦发明的工具,怎样令我们做得更美,就是他的效工。 好了,说到这里,就教大家如何去老邦庙。 这就是老邦庙的location。 这张图向上是向北的,旁边就是布翠园。 这里是秘鲁诈街,如果大家熟悉西环的话。 所谓山市街就是这一条。行车的路是很短的。 但其实山市街是指这一条一路上来。 上到这里之后,就变成是楼梯在斜路。 如果大家在山市街走上来,走到清联台,左转直上,就是老邦庙。 如果大家开车的话,在山市街转了弯,其实这条就是石山街。 这个就是坚尼地城站的地铁B出口。 大家出来,走回转头一点,就找到山市街了。不难找的。 方便大家找到,给一些现场图,大家看看。 这条就是山市街直上。 刚才大家说过,如果转了弯,这条就是石山街。 所以地铁站出口就大概在这里附近。 这条楼梯直上就是。 大家在旁边看到,这条楼梯其实也挺长,挺斜的。 所以走上去也是一个挺好的运动。 这条楼梯其实大家去偷一点点鸡。 这条就是山市街。 其实旁边,政府正起了一个铁铁。 大家搭铁直上去到这一个楼梯。 还有,大家真的去找,一定会找错的。 为什么呢?大家这里也看到一个牌子。 老邦庙,直上去就是了。 然后,山市街直上就是这一条。 一路上上上下,你就会看到青年台。 刚才跟大家提过,一路上之后,去到青年台,你就左转。 其实青年台也是全部楼梯,全部斜路。 你在青年台一路走到尾,就是老邦庙的了。 不会漏的。 好了,今天讲这个工程师与老邦,就跟大家讲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有兴趣去老邦庙参观下,也都顺便做下运动了。 希望大家喜欢这一集。 希望大家可以留言给我,有什么意见的话。 给个like我,多点和朋友分享。 更欢迎的就是希望大家免费加入这个频道。 等我们以后新节目的时候,可以立刻知道。 如果有些朋友不喜欢公开留言的,可以私下传email给我。 还有,如果有朋友想找回我们这个台,以往做的youtube的影片,就在这里找到。 多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